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片的朋友,大家好 足足两个星期没上来 今天上来又去拍片啦 不过,今次上来 法国,在连堂口岸这里过关 有了极大变化 今天是星期三,下午的两点钟 安全检查,都要打蛇饼,足足都排了五六分钟 因为这个范围,是不给拍摄 我都是偷偷用手机拍给大家看 可能是开了学,多了些学生过关 希望我们每日都是这样 如果不是,大家都要调节一下上来的时间 过完关,由二楼行入商场 看看什么环境 这间食潮州露水鹅 还有佛跳场 鸡就一定不少得辣 有胡桑鸡 和清远鸡 在连堂口岸买鸡 有一定的市场 咦,这里开了一间新东西 食潮山牛肉火锅 终于都在这里开了一间 喜欢吃牛肉火锅的朋友 就够方便 看下去的牛肉 都挺新鲜 座位都不少 店铺都挺大间 拍下个家目标 给大家看一下 开篮 或许多把心 店铺 、「身仙》 你 最大 今天的行程是吃完早餐安排了幾個地方去拍攝 坐下叫了碗小雲吞抄手 直接炒點了 炒飯我的媽媽做法 烤飯之後吃了事 辣椒油加草 油自家調校 這碗小雲吞 有15粒雲吞 本來賣26元,價格又有變化 加了兩元二十八元 湯底味道都不錯 雲吞就好像細粒了 二十八元都可以接受 吃完夠了飽頭 吃完東西就去拍攝了 原來牛肉火鍋有壽司雞賣 看來蓮塘口岸賣雞競爭很大 比本市長 其實今日拍攝最後一個地方 是去鮮湖路站,找個大街市 拍完夜六點幾,吃完晚飯再回香港 在鮮湖路站,試吃了一間牛肉火鍋 牛肉質素都幾不錯 所以分享給大家 這間叫真牛,山頭和牛肉火鍋 腳軟兼肚餓,不用走進去試一試 坐下了,隨即叫了一支大藍莓25元 特別一提這間牛肉火鍋,好像有吸煙區 環境都不錯,都幾多職員做事 拼打了三碟牛肉,時仁,釣龍半,手切肥牛 手切肥牛,口感不錯不會韌 三十元抵食 時仁,就麻麻,四十二元點 不夠厚,再叫多點手切肥牛 再叫多點手切肥牛 最後當然是喝一碗牛肉湯先 埋單走人,一個湯底,四碟牛肉,一支大啤 總數一百九十四,原來有八五折,一百七十元 不用紙巾減多三元 埋單總數一百六十七元,認真抵食 有興趣的,可以去試下 試完可以留言告訴我,有沒有介紹錯 多謝大家收看 484月頂位 離譜 大門 大門 曇特 大門 大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